双手上靠被带出派出所 他就是枪级建设公司老板的22岁秋行枪手 翻案后带枪带子弹走路来投案 这模式似乎有点熟悉 把时间拉回4月27号 万华一间开发公司深夜遭人开七枪扫射 23岁零星枪手翻案后半小时主动带枪投案 后续也追出内幕原来是黑帮涉嫌买凶教唆开墙 5月7号是零一间民宅凌晨三点多 同样也遭人连开七枪恐吓 21岁无姓枪手翻案后搭小黄到派出所投案 从开枪到自首只有短短3分钟 这三起枪击案的枪手翻案模式几乎雷同 开完枪后就火速自行投案 他们都只有20几岁 有的没前科或是曾犯下轻微罪行 对于翻案冬季跟枪支来源几乎口径一致 往往都是想帮忙出其泄愤 枪不是过世大哥给的 就是朋友送的 没有前科的话 他在假设方面 9号1选举在即 先前警政署长强调要进化选前治安 规划以系列诉枪扫黑专案 如今却疑似有黑帮 勇枪刺中教唆开枪 能不能交出漂亮成绩单 对警方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TV新闻综合报道